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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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好,我叫Emma,是AgoraSpace的Office Manager 然后今天是我在这边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今天就实习就结束了 你感觉怎么样? 嗯,现在怎么来说是百感交集,有一些有优 我开心的是我能在这边度过这么久,然后和这么一些优秀的同事,然后一起共事,然后学到了很多 然后中间也做过很多的一些事物,学到了很多 然后有一点点可能你感想的是,可能今天就要离开了,明天的话就不能在这边工作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AgoraSpace工作? 我是2015年冬天从这边开始工作的,作为Office Manager Intern 然后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其实对它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因为Core Working在一些中国人的眼中,它没有这么广泛的普及 所以所以我来了之后,有同事带我,然后对我进行专业的一些培训指导 然后我们慢慢的工作上走上正轨 因为现在都是鼓励创业,然后有很多的新兴的一些小企业或者是一些个人 然后他们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的一个创业体 然后我们这边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场地,一个给他们 就是让他们在这边发展,然后去创造它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跟你说有爱呢,我们在Avorspace工作的人都像是一个大家庭 平常的话,它没有动作的繁文入节 它都是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就是直来直去 就大家的人际交往是很简单的 然后就是一些很互助的,所以我觉得它很有善,然后非常有爱 对于Avorspace你最喜欢的是吗? 氛围,氛围以及员工,可能现在对大多数的一些求职的人来说 或者是寻找这些空间的人,就是这些办公室的人 可能会在最下部的是环境,然后与周围的人 周围的环境对它起的作用大不大 然后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的话,Avorspace这些stuff 都是对我的印象很大 然后从我的思维的方式 因为这边可能大多数工作的是一些IT的人 然后用传统来说就是理科生的思维 然后来影响我一个文科生的思维 让我去知道怎么去思考 然后怎么去做事情和调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我是很喜欢的 然后我最喜欢就是这方面 你对于Avorspace有什么建议? 建议? 首先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没有什么是完美的,要有缺点才能前进嘛 我觉得可能以后我们要扩大一下规模的 然后可能要多方面一下,多方面发展一下 因为这边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然后都是一些IT方面的 但是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对这方面很好奇 他们想不同的圈子 他们想接触一下,想了解一下他们 他们想在这种地方发展 只是没有正式的渠道或者合适的渠道来进行一下沟通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进行 一是多开放一些对于中国人的这些市场 然后对于中国青年的或者是一些广大的青年的 他们的一些创业的一些支持 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